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脸书购物诈骗层出不穷,现在诈骗集团还把歪脑筋动到政府机关头上,从6月底及7月初,接连出现假冒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及财政部官务署的诈骗讯息,在脸书上大打广告推销商品,刑事局接获通报已积极介入,出邪请脸书官方删除诈骗讯息, 亦持续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同时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访歹徒利用类似手法继续行骗,刑事局指出,6月底有诈骗集团冒充知名请具品牌法碟设置假脸书粉专及假网购页面,篡改105年底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派源鸡查法碟公司歇业情形的电视新闻画面, 谎称法碟公司正在劳工局监督下低价出清库存,吸引民众购买,7月初,更出现诈骗集团明目张旦设置假官务署脸书, 篡改张贴台北官标授公告,引诱民众前往假造的私货标授网站购物, 所幸许多热心民众觉得可疑,主动向新北市政府及官务署询问反应,让两机关在官网发布公告澄清, 目前警方并未接获民众被派报案,警方指出,脸书购物诈骗惯用手法之一, 就是篡改新闻报道与电视节目画面, 假造不实名人代言或好康资讯,使民众误以为有便宜可减, 即此诱导民众前往诈骗集团设置的一页是网站消费, 在刑事局多方努力下,今年已跟脸书官方建立联系机制, 只要发现诈骗讯息就会通报脸书官方协助审核,删除, 目前已删除超过百则以上,警方也提醒民众, 通过脸书官方认证的政府机关粉丝专页, 在名城旁边会出现蓝色勾勾的标章, 另外民众上网购物时若发现网站商品售价远低于行情, 不愿提供实体联络地址电话,若有,应查证是否真实, 不愿提供公司营业登记资料等情形, 都是诈骗高风险,应避免购买, 有任何疑问也欢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